竖控加工工艺三大原则你都知道吗 1.工序最大限度集中 一次定位的原则 一般在竖控机床上 特别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零件 工序可以最大限度集中 即零件在一次装甲中 应尽可能完成本台竖控机床所能加工的大部分或全部工序 竖控加工倾向于工序集中 可以减少机床数量和工件装甲次数 减少不必要的定位误差 生产率高 对于同轴度要求很高的空气加工 应在一次安装后 通过顺序连续换刀来完成该同轴空气的全部加工 然后在加工其他位置的阻 以消除重处定位误差的影响 提高空气的同轴度 2.先粗后筋的原则 在进行尽控加工时 根据零件的加工精度 钢度和变形本元素来划分工序时 应遵循粗 筋加工分开则来划分工序 极限粗加工全部完成之后 再进行半筋加工 筋加工 对于某一加工表面 应按粗加工半筋加工 筋加工顺序完成 粗加工时应当在保证加工质量 刀具耐用度和机床 家具 刀具 弓箭工艺性能的钢线所允许的条件下 充分发挥机床的性能和刀具切削性能 尽量采用较大的切削次数 得到筋加工前的各补量 尽可能均匀的加工状况 筋加工时 主要保证 零件加工的精度和表面之内 不通常筋加工时 零件的最终转货 应由最后遇到连续机加工而成 为保证加工质量 一般情况下 筋加工余量 以留0.2到0.6毫米为宜 粗 筋加工之间 最好隔一段时间 以使粗加工后 零件的变形得到充分恢复 再进行筋加工 以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 三 先进后远 先面后孔的原则 按加工部位相对于对刀点的距离大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离对刀点近的部位先加工 离对刀点远的部位后加工 以便缩短刀距移动距离 减少空性程时间 对于既有洗平面 又有糖果的零件的加工中 可按先洗平面后 糖果试取进行 因为洗平面时 吸血力较大 零件已发生变形 先洗面后糖果 使其有一段时间恢复 待其恢复变形后再糖果 有利于保证的加工精度 其次 若先糖果或洗平面 虹口就会产生毛刺 肥边影响口的状态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刀具知识